我想我们可能会竞速的 在明明就把它调到 跟政府希望的这个水准 这个大学毕业能够 提薪有三万块的这个水准 来看齐 响应解决低薪政策 富邦集团大董蔡明忠 日前喊出大学新鲜人 起薪三万元 集团今年加薪3% 没问题后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也跟进 喊出要加薪 远传加薪约3% 年终两个月 台湾大往年都加薪3% 年终尾牙时会宣布 而亚太电信还有台湾之星 部分加薪3.5% 还有3% 年终两个月 除了电信相关薪资看巧 AI人工智慧发展前景看好 但各个企业大举投资 也反映在薪资上 软体网路业加薪将近7% 首次超越了过往金融业 加薪幅度 不管传统产业跟科技产业 都在跟新科技借接 然后我想这方面的人才 我想在职场上面都是很重要的关键人才 台湾今年整体薪资展望 根据调查 超过4成的企业会加薪 加薪幅度4% 是三年来最高 大家展望2018年 可能也有一个好的前景 我想这个部分 当然 这个企业体会 愿意为上班族调薪 上班族能够有一个调薪的预期 我想这个都是劳资双赢的一个做法 台湾低薪 新资动涨 政府带头喊出加薪 企业善意回应跟进 但劳基法修法 劳工权益又大受影响 一进一退一间 基层劳工只能任由摆布 企业良心成了最现实的写照 环宇新闻 红西宇陈淑曼 台北报导